本台在昨天给您介绍了佛陀纪念馆开幕了圣大典礼 今天要进一步向你介绍佛陀纪念馆到底有什么精彩之处 以及它是如何结合传统与现代实践人间佛国的理念 宣扬佛陀所提倡的慈悲与平等精神 马上跟着特派记者许国荣到台湾高雄走一趟 打开这面地图 由东向西 中间240米的成佛大道 两侧有8座宝塔 经过菩提广场便来到佛陀纪念馆的本馆 而在最西边便是佛光大佛 佛陀纪念馆历时9年建造 占地100多公顷 外观设计图画了100多张 经过一再修改才成为眼前前有八塔 后有大佛 难有灵山 没有支援的格局 佛陀纪念馆最夺目的莫过于佛光大佛 这座佛像面带微笑 圆润饱满 功法和艺术性都是傲视之作 48米高的大佛连同基座有108米高 是世界最高的同著作佛 内部还奉藏百万新金 金光灿灿的佛光大佛 创下了许多世界第一的记录 而如果要从表象了解到佛陀纪念馆的内涵的话 那就要参观佛光大佛前的本馆了 因为这样就能了解佛陀所提倡的 平等和平和慈悲这种辅士价值观 本馆是佛馆的主体建筑 内有四个展馆 三个佛殿 观音殿供奉用琉璃金雕细琢的牵手观音 金佛殿供奉泰国僧王赠送的金佛 玉佛殿则有缅甸奇珍百玉雕刻的卧佛 而在卧佛之上便是镇馆之宝佛牙舍利 如果这三个佛殿代表的是传统寺庙的精髓 那四个展馆则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第一馆是地宫还原馆 用实物展示方式还原百年地宫面貌 和展示上百件文物 还有难得一见的佛牙再生舍利 第二馆则是佛图馆 让参观者在20分钟内了解佛陀的一生 还有四维影片 让观众了解佛陀的价值观 佛教节庆馆则采用互动科技 了解佛教节日和精神 但在离开的时候 别忘了把祥和带回家 第四馆则展示了佛光山开山的故事与因缘 还有对未来的展望 因此叫宗石馆 所以我们展厅之所以会比较热门的原因是 大师抓住了一个就是众生要什么 就是人间佛教的思想 凡是佛说的 人要的 进化的 善美的 我想都在四个展厅里面呈现 佛陀纪念馆的大绝堂 还邀请海内外艺术家演出 促进文化交流 词汇法师是新元大师的第一代弟子 他透露新元大师希望把佛陀纪念馆的意义扩大 让佛馆成为全社会所有人的地方 不是光是来礼拜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想要休息一下都可以在这里 我们以这样的原则来建这个佛陀纪念馆 所以佛陀纪念馆是不会收门票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 佛陀纪念馆从空间上来说 通过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 成为佛教新地标 但从时间上来说 则承载着推动艺术 文化与教育的功能 传承佛陀所提倡的 慈悲与平等的文明价值 NTV7特派许国荣 黄昌俊 台湾高雄专题报道